當這個PageShow 他原來有個GateMap對不對 除了GateMap之外 你試試看好了 就是這個地方可以加上一個什麼呢 也GateLocation GateLocation 這地方 也就是說他除了說把地圖載入之外 他在之前可以先 先抓到位置 抓到現在的位置 那抓到位置之後的話 看一下底下他是不是有個坐標 起始的坐標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了 把 這一個起始坐標 看看要不要把它改成那個我們的那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我們有兩個變數 一個是篩到他剛剛是篩到那個 這個這個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叫做 這個Current 這個 跟一個Current的這個 所以這兩個變數我們可以把 這個 變數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他本來是 這個 這個普通中心 把它貼上 這個 貼上 這邊的話把它改成LNG 所以第一步就是說 大概改了三個地方 一個是先取得現在的坐標 這個時候GPS就會 就會作動 然後抓到現在的坐標 抓到之後的話他會存在 那個兩個變數裡面 我們再把這兩個變數 在這邊有一個什麼 以 正攻所為中心有沒有 他本來是兩個數字 把它改成剛剛抓到這兩個數字 這樣的話 就 搞定 OK大概是這樣 以後的話你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抓到 使用者現在的位置 告訴他怎麼去 抓到其他另外的景點 包含就導航啊等等的 其實也都辦得到 OK大概是 就是 會有這些 這有四個page show 剛剛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怎麼樣去修改 不要以正攻所為中心 而是以什麼 以你現在GPS坐標為中心 我想這部分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有 配這個地方 12 3 45 5個 OK 那我剛剛有加一個 加一個這個 當這個page show的時候可以去做修改 等一下再看 其他按鈕的事件 包含就說我點擊了這個 他做什麼事他就連結過來 裡面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那還有其他的按鈕 這些相關的設定 比如說包含導航 網 網路搜尋等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